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出家当和尚 那就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还俗 所以谁知可能有一天他会返回娱乐圈 可能会chameo一下 客串一下 可能我就有机会跟他再次合作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chameistry蛮好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就是我姓老公 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 之前我也对他没有什么认识 也不太了解 因为早期的时候呢 我好像没有机会跟很多人合作过 第一次跟小光合作呢 就是我姓老公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合作得蛮开心的 然后就连续不断好几部戏都碰到他 好像家人有约啦 九层高啦 还有一部剧是一起到台湾拍戏 然后那时候呢我也发现我自己怀孕了 那时候公司只拍了两个演员 就是一是我然后就是他 如果不是他那时候呢 四个月来那么照顾我的话 我可能 可能那时候流产 可能那时候就没有我的老大吧 所以那时候 或者应该是到至今吧 我还是很感恩的 他为了让我顺利的把戏拍完 让我早点把戏拍完 其实呢 先拍我的那一部分 让我赶快回来安台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是很感激他的 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但是如果 是这样的话呢 不影响任何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 我想多开几家电视台 开多少的经文不知道 看我的能力吧 有竞争 大家进步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有竞争 不管是各个部门 都会有好处对不对 无论是演员也好 导演也好 精致也好 production team也好 话说回来 就是demand supply的问题 其实我有一个 我有特长 我是 苍蝇的客星 我很厉害做苍蝇 我可以用 sandwich plaster bag 做苍蝇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呢 因为我是住campong的 是算是个campong狗 那时候小时候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 所以兄弟姐妹们就一起 玩游戏的时候呢 去看比赛 做苍蝇 看谁做的越多 就是赢家 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本领 不是很想这个idea 去那个黄岛 那就是死如一条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我觉得ok prince william 还有他的妻子 cate middleton 因为 他是要继承皇位啊 的人呢 怎么可能让他去到一个荒岛呢 对不对 所以我受救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我真的要带一样东西的话呢 可能在还没有受救的话呢 之前呢 那怎么吃啊 怎么喝啊 对不对 怎么生活的啊 那不想被饿死 不想被 呃 呃 呃 折磨死的话 我觉得 我想带 嗯 打火机吧 打火机可以起火 取卵 荒岛吗 什么都没有 那么可以起火 煮饭烧菜 想要吃吗 嗯 要起火 才有灯光吗 该照亮吗 嗯 才起火 可以告诉 可以 发号信息 告诉有人被困 在这个荒岛 我可以送救吗 对不对 可以吗